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我们看到昨天的美股非常精彩热闹台股夜市 美股原本昨天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反弹 结果到了晚上12点以后 居然一路的往下跌 这样子的跌幅超过1000点 台股也是一样不遑多让 原本夜盘大涨超过100点 结果最后收盘的时候居然跌了快要100点 这样子来回价差居然超过200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们又看到了今天收盘以后 其实台股居然有一种逆势独强的感觉 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吧 昨天到底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大波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本土出现了 第一宗的Omicron患者 其实他去了南非旅行回来以后就被检验出来了 可是这个人他有什么特别的呢 他已经打了两剂疫苗 我们看到他打完两剂疫苗以后 怎么办回来以后他还是确诊了 他确诊完以后周围的这些人都要列入他们的观察 对不对 我们要去做检验 检验出来还好 病毒都是阴性 所以代表其实这个东西 Omicron还没有传播出去 其实我们就看到美国他们的卫生部长就说 目前这个Omicron看起来不只是症状轻微 那实际上面这个症状也是持续的在做改善 那这样子代表是说什么 你有打疫苗的 那这件事情代表是Omicron有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 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病毒就是一个比较弱的病毒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你打完疫苗以后 那其实保护力还在 那不管是哪一个方向 其实对于后面的发展来讲的话 疫情都不会太过于严重 那我们就看到了不管怎么样市场听到这种消息 一定就是先反应再说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恐慌指数狂飙 然后美债值率率又走低 再加上股市反应又特别的激烈 从晚上12点以后就一路走低 一直到收盘 把早上原本的涨幅全部都吐回去 而且最后你还看到他美股的道琼大跌 超过了将近500点460点 那我们其实在上个礼拜五 就是台股出现大跌的那一天 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波动有延续性 有没有 我有没有讲过 我告诉你波动有延续性 什么意思 今天台股出现大跌 礼拜一就算出现大涨好了 难道后面就风平浪静 没有事情吗 不可能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讲说波动有延续性 就是你要谨慎一点 你不要看到大跌好害怕开始砍股票 大涨就追进去买股票 结果你就这样子来回震荡上冲下行 然后被洗到脱皮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其实在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看不懂的盘就不要硬做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在今天早上群组里面 你如果有在我们的telegram的话 你会看到我给大家提醒是 我认为其实这种事件都是短期冲击 那市场有一点过度反应的味道 我认为这个时候反而是要留意哪些股票跌的很多 这将会是农历年前最后的上车机会 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美股昨天的走势涨这个样子真的是已经一路往下打 打到接近年线这个位置也来到了前波低点 所以美国股市其实受到消息的冲击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那股市的走法也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 反观台股今天居然开低一点点而已 其实就小点一点点然后怎么样就一路的往上拉一路的往上拉 最后居然大涨了138点 所以其实这个上车的机会到底有没有 还真的是有 因为你不要看这个上涨100多点感觉很乐观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来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地方还是要保持谨慎 首先其实你把今天台股贡献这个上涨的点数的前五名拉出来 你会发现就是台积电光是台积电一家他就大涨了15块钱 那贡献了130点另外像是我们看到货柜行业今天也是相对的比较强 长荣万海跟阳明再加上联发科 其实这前五大的贡献点数加起来就已经来到了175点 那大家要知道今天台股只上涨了138点代表什么意思 除了这五家以外的其他股票下跌了37点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整个盘面上面的结构感觉怪怪的 台股大涨百点我的股票怎么感觉都烂烂的 就是因为其实今天就算大涨百点 可是你会看到下跌加速居然超过七成 有733间的股票都在下跌 上涨的股票只有301间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能看到指数大涨 然后你就觉得哇好开心 所有的股票都应该要涨起来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是由全资股去做带动 那去撑住了目前的指数 那我们也说过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反映了台湾的经济基本面 其实一直以来都维持的相当不错 那我们其实大家很在意的就是航空股的部分 航空股受到这些疫情的影响 疫情消息的影响一定都是首当其冲 那其实你会发现在上个礼拜五 航空股出现大跌打到跌停 礼拜一再接着大跌 然后后来开始出现反弹 你会发现股价在这个地方 好像开始出现足底的动作 也就是这些利空消息一个一个发 哇疫情好严重啊 哇什么地方锁国啊 这些消息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 可是你会发现股价在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硬 杀不太下去 这代表有一点利空出尽的味道 但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投资朋友的是 其实产业趋势都还是相当不错 记得在这一波的疫情影响最大的是载客的飞机 那我们台湾长龙行跟华航 其实这一波上来最主要的营运动呢 都是靠债货的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11月份开出来的财报 开出来的营收数字 应该会是相当不错的 到时候我认为股价将会有机会受到一波激励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股价只要没有出现破了前一次的低点 也就是上市这样撒下来两根 接近两根跌停那个位置的话 那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留意观望一下 那如果跌的比较深来到那个位置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稍微小量试单 那最后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虽然盘势比较震荡 但其实盘面上面还是有很多股票 一直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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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股票一直喷呢 你在我们群組里面你一定知道 我们很早就跟大家讲了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大胆的进场买股票 买什么? 买3294的英记 买完以后怎么样 连续五天都出现涨停板 买进当天就涨停 隔天攻到涨停 虽然拉回了一点点 那再来第三天 也是到了礼拜二的时候 直接打上涨停板 在昨天一架锁到涨停 今天虽然股价稍微出现了开高走低 但还是维持上涨3%的趋势 甚至在找盘的时候 又一度打到涨停板 所以我们说这叫做五天五根涨停板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只要挑的到好股票的话 并不是不能操作 只是你不要去硬做 那你也不要把所有的钱拿出来 去买股票去all in 因为现阶段波动还是相当的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建议投资朋友 手上至少保留三成的现金 那等待波动过去以后 你的情势比较明朗 你再拿出来做加码 这样的方式还有策略 会是比较安全的 还有哪些个股是可以值得留意 还有以及这些经济消息 这些事件的分析 我们都会一直放在群组里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即时的分享 所以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群组看看 或者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什么 下来是跟您的财经地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